飞过去了 经济独立 好球 这个球跟诺维斯技艺 好 比赛开始 深圳队是拿到了第一波的进攻球权 第一场比赛 当时我跟李克指导 就李克指导也说 怎么落入到好球 一点点 落入到阵地之后 一方面是让这比赛节奏能慢下来 另外一方面就是广东队 其实他的阵地战成功率 肯定是没有六七个三分九队 是那样的 李锦连中距离 李锦连其实 以前在打哈达迪什么的 老是都是这么打猪苗 吴亦文突破 这球被李锦连盖掉了 钉板大棒 没有吹走 现场三打三 好球 李锦连单打 一步步 这个球说实在你看 就是经验的问题了 其实沈子杰篮下 这个脚步 就是防得非常快 但是这次被一锦连 你看张凯的时间 会有一定的 突出上去 今天一锦连的手感好 放得太小了 但是这个稳定性还是投篮的 一锦连又出来了 你看 还是往外开 你越往后缩 我越投 对 这两四个人 这个容易失误这种球 对 哇 一锦连的背后 郭晓鹏是高个后卫 一锦连 接球投篮 漂亮 郭晓鹏挑战一下 一锦连 按列第四个帽 这够像 真是够像 如果是第三次的话 那问题还挺大 刚才刚说 深圳那里边就剩一个 还行 还行 两次 两次 有时候准 他是有篮的 有时候准 好球 郭晓鹏第一位打韩宇峰 对 用那个球来回应 韩宇峰十四号 给空中接力 好 行 韩宇峰那是刚才都已经 五六秒不止 他现在这个联防都扑出来212 郭晓鹏走得多漂亮 对 那谁 韩宇峰 错 好球 篮夏 沈子杰这球被盖掉 直接来 转身 好球 今天的阿联赛面对沈子杰的时候 好像这个一对一解决进攻的欲望还比较强 这个帮助是非常大 对 篮夏空了 哦 停了 哈哈 这个 李建连拿 你看篮下有谁呢 任俊飞过去了 哇 经济独立 好球 这个球跟诺维茨基一样 实际上得分的时候 太习惯了 哇 李建连 哇 这球太霸气了 绝对MVP啊 哇 李建连 应该是30分了 比赛 最后4分钟李建连的抢断 前场4打1 哇 我以为他要起来测试套了 就在场上作用比外元大 对 确实易建连能够状态保持到现在 对咱们球不难看 到最后追得很显 前场比赛结束 最终的广东队是106比101 5分的优势击败了新阵队